她是台湾民政府秘书长林志生 被移送的时候不发抑郁 她是林志生的妻子和其名干部 一同被移往检放复训 台湾民政府传出吸金疑云高达三亿多元 检警前往桃园总部搜索 还在林志生的豪宅衣柜内 搜出了台币美金 一共一亿三千万 现金一千万可以铺满整张桌子 一亿三千万等于13碟 这么多的现金 重约156公斤 两个行李箱才装得下 只是这么多钱怎么来的 林志生曾经受访 主张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 由美国托管成立临时政府 还发行身份证 检警却查出只是吸金手法 身份证一千元 车牌行照六千 其他证件都要钱 还培训所谓的政务官 套装课程每个人两万四千块 会员人数众多 警告人员来到谢信女子家中 搜索到部分的礼券 还有名车房子的资料DM 不过他们新买的家 几乎只剩装潢 值钱的家电物品 全被投资人搬光 因为他们全听信了谢信女子 以为集资低价买到礼券 可以获利根本是一场空 警告调查从105年9月起 谢信女子跟她的先生 还有下线王姓友人 匡称可以以75折买进新光三月礼券 再转卖 可以获利10%到18不等的价差 因此吸金高达27亿 其实刚开始 谢信女子确实曾以98折买到礼券 在低价75折赔钱败 才取信投资人 而且她还会假冒百货公司高层 但其实她只是台南某大医院的护理师 就连她任职的医院 也有不少人受害 在钱坑越滚越大之后 谢信女子上个月也主动从医院离职 只是上百名的投资人 资金高达数亿元 夫妻俩被依违反银行法移送 谢信女子也坦诚 全是幌子被当庭羁押 警方持搜索票找上门 妇人1点1过 我没有搜索票 面对警方想装傻 眼前这名衣着朴素妇人 就是涉嫌假借护助会民意吸金主嫌 检调接获检举查获妇人和同伙 一整袋的文件全被警方查控 招揽会员宣传单排版简单 主打走出旧思想 迎向新思维口号 以投资长青社区 生机饮食 甚至花莲器做健康米当投资标的 说服投资人用200元加入互助会 每投资7800元 能拿到2200元高额利率 年利率高达264% 吸金超过3000万元 不过警方发现两名嫌犯住处都没现金 也没看到名车奢侈品 钱都花到哪里去 涉嫌拿护助会当吸金幌子 一次找就不是第一次 两人的另一半曾在四年前 因为吸金上议员上诉中 为了补钱坑另起炉灶 这回又栽在警方手中 好来看看 这个故事真的是 一个人都尴尬 今天要什么钱都有机会赚得到 对 没错 我突然间发现为什么 我这辈子不能变成有钱人 因为我太重乎老师 你知道吗 虽然要骗你中条 一定要有一个话术 所以你看 手不取 他一定会在脸书炫富 一定会出立志的书 那什么意思 本来口级被人家欺负 丢到水沟里面 自闭认口级 靠着自己本身阅读学习 不断的增长了以后 23月他就赚入人生第一桶金 他就月入百万 月入百万 不是年入百万 让你觉得说 真的是有希望 23月就能这样 36月他就环游世界 信义计划区 四千万大四千万的豪宅 然后另外正能量的李晨女神 告诉你 Poen告诉你说 到底要决定什么车 起死人 为什么大家还猜22K 对不对 他跟你说 到底是要买什么 两千万的法拉里 不知道好不好 晚上就告诉你 晚上可以签了 现在正在装GPS 马上就可以装回家 哇 他是怎么办到的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只要有希望 只要你肯付出 只要你肯加入 你就有希望住豪宅 那么开保时捷逆转 那这是第一步 那紧接而来 那么他们还会开 相关的投资说明会 那么投资说明会 来 赶你 我就送你iPad iPad是真的 不是假的 iPad现场就送你 通常是一万美金起跳 大概30万台币 你要加入 然后你要等于 其实就是西津的一个话术 紧接而来 我在西门顶的餐厅 一开食桌 让你们吃不用钱 你心里想说 这个假怎么有可能 对吧 各位不好意思 中国广西南陵 甚至于招待你免费去旅游 诶 放场线才能钓大鱼 你知道吗 免费招待你去广西旅游 所以你也讲到关键 没有错 你一想 男女也是这片大鱼 你一想说 他假的 怎么可能 招待我免费去 中国广西旅游 所以 偷鸡也要十八米 紧接而来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又有兵力 又有马斯拉底 结果呢 检调单位去 他们住处 一查九千五百万的现金 只差台湾民政府的一亿三千万 稍微输了一点 逊色了一点 对不对 台湾民政府唱了一读话 唱建国基金唱了一亿三千多万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也好想建国自负 我也想 不过我没那么贪心 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多现金 我阿卜人家 你知道吗 我就酸啊 然后呢 结果呢 最后他们也是怀疑 是不是有其他的钱 当时 调单位来征办的时候 也是怀疑啊 你是不是有透过其他的管道 把钱带到 比如说 瑞士的秘密账户 等等去了 然后呢 他们的话术 他们 总是要吸引你 前面吸引你那么多了嘛 月息八分 你知道吗 你一天啊 月息八分 脱开戏的时候 你一定都保证 都是正常给你啊 月息八分 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利诱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后来他们来告诉你哦 我是有希望 为什么转投资 是干什么都有希望 因为我的公司 控股公司呢 是从事国外的 相关的黄金外汇交易 然后我在 NASDAQ 你听过NASDAQ吧 美国道琼哦 道琼过来就是NASDAQ NASDAQ 什么有的不的 说一堆啦 然后呢 没多久 你如果在吸收 这个等于说下限的话 给你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的 相关的佣金啊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台湾骗完还可以到 马来西亚去PM 还有一种 也是算有点狠 之前有一阵子呢 被抓了好几次 就是在堵人家的死亡时间 对 所以在台中是最多的 台中真的很可爱 台中发明好多东西 大家乐 珍珠奶茶 一大堆 都是台中发起的 这个堵这个 从老人 他会先找一个老人 那他这个协会叫 中华竹林 就是玄门总会 他是一个 无姓的负责人 他找什么 这些癌末的老人 到医院去找 那找到这个老人之后呢 他是癌症 那我们就开始找 下面的赌客 你来赌他可以活多久 那赌他活多久的呢 你每一个月 因为老人还没死的时候 你每一个月就是 每个月 每个会员 要缴两千块以上 一国的缴两千块 十个就是两万块 一百个就是二十万 但这个老人如果说呢 多活一个月 你就是必须多缴一个月的钱 但是如果老人还活了好几年 有的人招不出来 你就断头了 就不就没了嘛 就断头了 这样你搅不起来 我前面搅得算了算 那庄家真的赢吗 做义工的 对 就是那些钱 就归老人跟庄家 那然后呢 如果那老人就是在时间里面 他赌的时间里面死掉 死掉所有的钱 通通的把一层 给这个老人的家里 商家啦 一层赌金就给这个商家 另外一层就是给这个佐老头 那其他通通给赌客 所以这么赌法的话 老人的商家里面有安葬费 那个赌徒也赚得到钱 那个组长也赚得到钱 但是这个很缺德 我记得是比较不好 像类似用这种老人 他这个吸金 短短没多久的时间 吸金两三亿 那像我自己在 以前我在文山分局的时候 我们以前 因为我们那边很多葬仪 殡葬业者 早期很多殡葬业者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是坐在民宅 那那个民宅 可能他就是给厨 那一二楼 以前的古厨 那个换厨 那我们常常会路过 就经过说 奇怪 这个民宅 为什么常常在搭设一个灵堂 灵堂就里面就看到了一个遗照 三不五岁就看到了一个灵堂 这久而久之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就是殡葬业的 这一个服务处还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去在意 那是后来有人去检举 你说检举这一个 那个搭灵堂这个楼上有虐待老人 虐待老人我们说奇怪 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说 因为它就是一个殡葬业的一个机构 我们到了那个现场 那个现场也搭一个小小的灵堂 那灵堂一进去的时候 就是 它都要出山都要火化的 那里面就看到几个好像装冰淇淋的那种冰柜 一个冰柜大约在两公尺左右 上面那个是透明的 里面就看到躺一个那个往生者 五个 五个冰柜 里面有五个冰柜 都插电 不像我们的冰淇淋那种 就很简陋的 五个冰柜 另外一个就是要准备出病的 我想说 哇 你这 这 全境全病死人 你这样 左右的邻居 不觉得很奇怪而已 我就问他说 负责人在哪里 没有负责人 我说现场没有负责人 开玩笑 这谁在搞 我说我是临时工的 我不知道老闆是什么人 我说不对啊 这样怎么可能 那我说你们楼上怎么上去 你楼上不是我们的 我们没办法上去 我说哪有可能 越想越想越不对 我说跟派出所管区说 来 你去找里长过来 就叫李长到现场来 李长到现场来 李长到现场来说 你老闆就没有人 什么人 什么人 我赶快把他叫过来 通知他过来 我说二楼一定要上去看一下 那二楼找不到 找不到楼梯上去啊 我说说 以前我们曾家的家 就是一二楼有没有 他楼梯一般都是会 从角落旁边 再弄一个木的楼梯上去 结果它是什么 一个冰柜 就是放尸体的冰柜 挡住了一个 他楼梯要用一条绳子 扭下来 楼梯就扭下来 扭下来我就想 我先把冰柜推出来 我就爬上去楼梯 暗咪摩拿着楼梯 照片 照片 好 我去我走一下 他也去我走一下 这白虎 整间暗咪摩 小电灯泡 五竹光的小电灯泡 我一上去看到一个牙齿白白的 看得黑人的 我插一下 他也插一下 可是你要上来他投探过来 我刚刚投探起来 他往下看 那个印尼的 一个印尼的女生 他整个牙齿白白的 我突然看一下 被他吓一跳 我叫医生 他也吓一声 后面的人偷偷叫医生 那个印尼的都会讲台语 國语讲得很溜 我说你在这边干什么 他说没有 我在照顾老人 我就上去看 哇 那个味道 我够吵 很臭 现场里面隔了五间小房间 小房间有五个老人 老人 垃圾在楼 很恶心 很臭 我没办法形容 这五个老人 然后 有的那个褥窗 你看屁股翻过来 一个洞 差不多我小拇指这么动 像圓子笔这样一个洞 那个洞 翻过来的时候 那个洞 你手上把他屁股 彈彈一彈 整把虫掉下来了 褥窗 那个屁股里面都是蛆 对 因为褥窗 都被淡气了 后来就不对 社工人员就说 那你这老人从哪里来的 结果才知道 恍人他有说 哇 这有到夭壽的 他们这些人都去找那个 新北市啊 各县市的那个弃养的老人 养老院 养老院是不是很多 孩子们 就不看 就不弃养了 有的就是可能 单身的 以前就是单身的 在养老院付不出钱了 他就把这个老人带回去 之前有一个保险工资很坏 他说你到 就算你七十岁都可以让你保 五十岁都可以让你保 有没有 有一家那个 那个其实很缺德 其实那个老人都没病 但是检查也没有癌症 不过那种老人很年纪就是大了 他就是利用这种 你看 每天也有五六区 每天有五六区而已 你像他五个老人在那边 五个冰柜在那边 冰柜里面都有人 都有 都有人那个往生的 一个要出病的 他这样可以赚多少钱 你就算嘛 一个如果随便来个十万块就好了 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吸睛大法 就是去公庙 对 新北市有一间那个公庙 他们是在拜那个玄天上帝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有跟朋友 在走社会 其实我们都跟他去走 走到国家廟 或去问世等等 那有一个朋友 曾经有带我去那边问世 那其实我是不太信这些 但是他找我去 我就是有去 那我就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一间 他说这间公庙是他们兄弟 他们兄弟在看的 我說 你们兄弟在做兄弟 怎么现在不在干 他说 他说现在做工 用工 用公庙有没有 比较好做啦 他说有一次 曾经就是有问世 有一个流氓 一个大主头 去那边问牌 然后他说 那时候去啊 开了好几台跑车去 然后去问牌 然后那时候这个工庙 他说 压力很大 因为他说 如果補不到 你怎么会出事 等一会去 他去投去台也有可能 然后后来那个大主头 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 我来说 我成心来给你求 你来给他補一些牌 他要打牌就对了 你来给他打牌 如果是 我怕你 你的牌如果是有准 不好意思 多少钱 该给的我都会给 后来这个冬季 他就清清清 就上升了 真的上升 真的上升 这我不是不知道 真的上升还是假的上升 后来他就走到 他就跟我说 他就走到香炉前面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讲 然后就讲那个语言 就不是讲数字嘛 因为会有人帮他解释嘛 他就讲了 讲了五支牌出来 因为那时候是当 而且他顺便还讲一句 如果没准备打牌 他不会打牌 是比肚子要去 我是不知道 我没有讲这句 那后来因为是当天晚上 是六点问世嘛 后来六和才都是晚上的 九点三十五开 后来喔 那一次他报了五支牌 晚上的九点三十五开牌 五支牌开了四支牌 哦 胜率很高 对真的开了四支牌出来 后来他们就 后来就因为 所有的信徒就觉得 那有这么嬉 但後來那時候幸福就一直全部都增加 那一天他的長期就去問那個長期說 你怎麼知道會開這禮拜 你如果不幫我報 然後長期就跟長期說 長期 我根本就不知道開什麼禮拜 這個禮拜是我們長期喝酒 這是小姐的三位 還包太虎貓 對 他根本是亂報 他說他不知道怎麼 那是講上身 對 然後長期就說你有簽嗎 然後他說沒有 他說這黑白白白白怎麼會有簽 你靠腰了 你沒有簽 你補給別人開 他說這黑白白白怎麼可能自己會簽 然後後來他就經過那一次 他們就是弄假成真以外 後來整個信徒就一直越來越多 聽說短短不到半年 就已經累積到五六百個信徒 下次要逼牌沒有靈感的時候 他說大了你都沒有帶我去 對 後來信徒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一個大媽 這個大媽她有痛風 她自己又有糖尿病 對 那就是有身體的疾病都產生就對了 那但是這個大媽 她大媽是從一開始 可能是跟我那時候一開始去 沒有什麼人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那邊 就很虔誠的一直信 信到整個信徒越來越多的時候 所以她就去問說 那有沒有什麼 就是說可以改善她身體的疼痛 因為她不想要去看醫生 不想去做檢查 後來廟室的這個當機就跟他們講 就說有一些有聖水 也有一些靈丹妙藥 你就拿回去 對 你就拿回去吃 可以治百病 後來很多信徒 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原來宮裡面有這些東西 後來他們大家都一窩蜂 就一直買 一直買 後來他們這個小廟有沒有 本來只是小小的一間宮廟而已 後來他們變成把隔壁兩間 全部都買下來整個打通 然後大家就等於說 那時候有點那種捐磚照 就是自己關 關真愛的意思 就捐香有錢 那後來這個大媽 她吃了什麼聖水 什麼靈丹妙藥 根本就沒有起色 後來是鬧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這個大媽就是服用了好幾個月以後 結果怎樣 聖衰竭 聖衰竭結果就往生走了 後來家裡她兒子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家裡就一堆藥跟一堆聖水 拿著這些東西去警察局報案 就一撞告到了法院 然後後來說這件事情說 他們光靠這些賣這些鄰丹妙藥跟聖水 還有人家捐了香油錢 就說聽說這個資金高達上億 天啊 就是說你如果要做什麼假神經 你不要跟人害嘛 對 跨界道治病這個部分 不能心懷不軌 就實在是那個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 有些人是真的是金錢拍拚賺錢 一個月光是這個野機車的 這個票的佣金 五百萬 一個月賺五百萬 很快 就是要開應該頭蠻痛的 結果又摘掉開了 有辦法 那因為這個陳董是野機車大王 他其實符合了這個 所謂的台灣尾小寶這樣子的一個稱號 為什麼呢 一個男人最大的兩大心願 第一個就是錢多 第二個叫妹多 他正好這兩個都有 他明確我們七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三個那個遊覽車公司 他們在經營這個全省的野機車 我想大概四十歲以上呢 大概就還有印象說 我們怎麼做野機車的 以前野機車的話 為什麼他會賺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都會在那個什麼 接近那個市中心那邊 會有一些據點 你不是在那邊上車 你是在那邊坐一個小的那個小巴 或者是鄉行車 坐上去之後 然後把你帶到那個交流道那邊 附近把你放下來之後 然後那個野機車 因為他們有一個無線電呼叫 野機車就會 就從交到下來之後 再回到那個高速公路上面去 過去在省道的時候 在國道的時候 這種野機車 它能夠盛行的原因在哪裡 旁邊的位置 因為他要人多 每張票不管你今天是坐在 因為國道不能夠站 所以要怎麼辦 要坐在那邊 一開始的時候旁邊那個位置 還會有個駕駛座附座 你就把它搬下來 搬下來的時候 那個票價是一樣 不舒服 但是票價一樣 但後來的時候 到過年期間的時候 尤其連續假期 它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就坐過這種車 從屏東坐到那個台北來 坐到腰差點斷掉 它用什麼 那個塑膠的那個椅子 把它通到那邊 然後一個人就這樣 跌著一個人這樣跌上去 通到坐滿了人 這樣子它也是算 你一樣的價錢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它開始就賺 所以剛剛講說 為什麼光是用金就五百萬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經營什麼 就是休息站 過去野機車一定會 從台北到台南 或者是到高雄的話 至少要停一個站休息 當然人家講說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對不對 因為司機也要尿尿 其實有沒有 他經營那些休息站的時候 他也賣便當啊 什麼採葉蛋啊 還有一些那個 有的沒的東西 什麼礦泉水 靠這個東西有沒有 他每個月賺錢的話 大概將近差不多一千多萬 這個為一個月一千多萬喔 一個月一千多萬之後 人有錢之後 男人有錢就開始會做怪 做什麼怪 他開始就娶老婆 一個老婆 但是他有九位紅粉之幾 然後這十個老婆裡面的話有沒有 他生了七個小孩 然後七個兒子 六個女兒 之後的話有沒有 就開始有沒有 過得非常快樂的日子 但是人總是會比較衰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演技車的爭奪拳 都是靠拳頭打天下 所以你是兄弟兄弟 民國七十二年 疫情專案的時候 就把這個擔當 就把它給掃進去了 的確他女兒有給他錢 有每個月生活費 但是不夠嘛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人流在 那個三房五房九房十房 就是他人流是在四個房有沒有 這個樣子的一個老婆這邊有沒有 要人流去居住 那他也要付錢嘛 那怎麼辦呢 那錢不夠 錢不夠所以他曾經有發生過一次就是 高齡七十二歲的時候 帶人去砸他女兒的店的事情 所以這就變成家醜外養了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台灣就是像這種地下經濟 所謂地下經就是不能浮上檯面嘛 那這個錢被他出力 就很大的問題啊 尤其這種地下的錢賺那麼多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白色的 這種賺黑錢喔 而且還賺得非常的輕鬆 有很多真的是觀眾朋友都不知道的方法 就利用電商平台 然後找親朋好友啊 因為你自己當人頭還不夠 要找親朋好友 你現在對岸你就設一個賣家 然後你在這邊呢 你是買家 那那個賣家跟買家其實都自己人嘛 賣什麼賣貴的這樣洗的才快 反正說賣鑽石賣汽車 好我隨便舉例啊 比方說一顆鑽石一百萬台幣 那你是不是這邊的錢 你就要透過支付平台去買這個鑽石 你要給這個電商平台支付平台錢嘛對不對 你就把錢匯進去喔 那這個支付平台就幫你把錢付過去啊 然後呢哪有鑽石啊 那就是我自己自己賣給自己啊 沒有這是一個 所以那邊就得到了一百萬 對 幽靈買賣嘛 那這邊是不是就得到了 錢是不是就洗到對岸去了 你看看他怎麼洗喔 一個月洗一億三啊 好觀眾朋友 我講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這個因為我之前有採訪過 你知道洗錢佣金到底抽多少嗎 我剛剛說他一個月五十萬 怎麼賺出來的 十趴 是不是 再少一點 八趴 好 零點零零四趴 我剛剛講的太過分了 是不是 我講白話一點 好觀眾朋友 每一千塊抽四塊錢 大單的 那就多了 那抱歉 要抽一趴 那你看喔 你別看千分之四趴 我算過喔 一個月 乘以千分之四 他就近賺五十多萬 一年賺六百多萬 除了電商平台 還有黃金 你看看 曾經呢 就台中檢警破獲說 竟然香港這邊 進來了一千多億的資金 買什麼 買六萬多公斤的黃金啊 大家問問 剛剛那個是以空賣空 這是真買還假買呢 真買 這邊真的台灣有人呢 就成立了 營樓啊 珠寶啊 這種我們講的買賣中心啊 然後呢 他們很聰明喔 都會找一些街友當人頭 以免被查的時候 會牽連到他 你以為警方那麼笨 我告訴你 警方就真的去 從那些街友開始查 查說你們有沒有 去當人家人頭 然後再一步一步 查到幕後的黑手 才發現 竟然台灣有兩個男的 開這些珠寶中心 接受國外的匯隊 一千億 哇 大家去算一下 你這一千億 如果全部都洗成的話 那這是大單 乘以一趴 這一趴是多少錢啊 十億喔 我算一下是不是 一趴是不是十億 對啊 一千億 一千億嘛 一千億的 十趴是一百億嘛 那一趴是 十億 十億 慧敏啊 十億啊 你跟我要賺多久啊 人家一個買賣 幾個月而已 四到六個月 好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 不要羨慕 這些都抓起來了 當然這是違法的啊 這一定要跟大家講啊 我們不是要羨慕 我們只是讓你看 他賺錢賺的快 但做勞做的也快 還有這個 他們也是一樣 他成立了地下匯隊 這就是我剛剛要跟我們 比較老一輩的觀眾朋友講的 什麼地下匯隊 到底他們是怎麼把錢給帶出去的 很簡單 就真的是用運出去的 真的用運出去 就夾帶在身上運出去 但是現在有一種新方法 你知道啊 曾經啊 這個有人去破獲了詐騙集團 然後呢 結果檢方要傳人的時候 傳來一個人 那個人跟檢察官說 我好無辜 我不是車手 我前座我不是 檢察官問他說 明明啊 我們查到就是你有份 他說其實我是在大陸做事 那我是不是賺人民幣 可是我家是不是在台灣 我賺人民幣我是不知道會回台灣 拿不出來 怎麼會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正常的管道 耗時間又手續費又高 所以我就找了地下匯隊公司 哪知道那些地下匯隊公司 有一些它本身就是詐騙集團 他們炸來的錢是白花花的新台幣 放在手上在台灣嘛 那你在對岸做事賺人民幣的 是 你就把人民幣交給我在對岸的人 然後我把我這邊詐騙來的台幣 存到你的戶頭 他又可以處理到他的台幣 對不對 我自己詐騙錢 我還兼做地下匯隊 那可是這個人 他的帳號 不就被我使用了嗎 所以檢察官就把他抓去啦 所以像這種地下匯隊的 曾經也有這個警方抓到的時候 你看看他這邊寫啊 一年洗錢 二十七億 台灣錢根本是煙角木嘛 只是不知道藏在哪裡 對不對 好警察辦也想說辦這種洗錢啊 辦來辦去來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發現錢這麼好賺 有警察就這樣受不了誘惑 聊了去 對沒錯 那麼最近不是這個檢調單位 經過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努力 那麼跟監然後監聽了兩年多了以後呢 破獲了台北市的中山分局 包括中醫派出所啊 前前後後十個員警十個觀警 然後還有業者等等 包庇色情酒店 那麼去年呢 那麼也靠自己的能力 檢調單位靠自己的能力 你這麼強調是說沒有某一個市長 沒有沒有沒有 靠自己的能力 人家檢調是很辛苦的 偵辦這些單位 這些不法分子啊 在萬華分局抓到四個員警 包庇二三十個職業到賭場嘛 這些都因為跟錢有關係 要收受這些所謂的相關的匯款啊 公關費啊等等啊 那麼事實上過去還有 很有名的案例嘛 還有掛菜啦 掛菜哪錢放的匯款 掛菜那裡面就是掛的對不對 這些都算奧錢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厲害的是 在連交錢都讓你查不出來 在談的時候也讓你沒有辦法發現 那個交署款交得好 你完全都查不出來 沒有金流那才是一流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講啊 洗錢交匯款 最厲害的 那麼過去我們台灣有一個 中高階警官 因為他是從中階 慢慢變成高階退休的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你怎麼抓 你都抓不到 人家是怎麼把錢給他的 但是你都 外面的風聲 包括這個相關的都財團 都知道他一定有拿錢 但是就是找不到那個金流 你知道他是怎麼交錢 到後來才發現 那麼他是怎麼方式呢 各位如果是洗過現在的三溫暖 以前叫做什麼上海浴室等等 都知道男人去洗三溫暖的時候 女性我沒有進去過我不知道 男人去洗三溫暖 或是什麼上海浴室的時候 都要換衣 過定穿一件白襯衫 一件西裝褲 皮鞋 掛子 就這樣進去了 進去以後 然後就圍一塊 圍一個浴巾在這裡 然後就頂著一個鑰匙 掛在脖子這個地方 就進去了 然後他們盯上他了以後 他們發現 他進去跟出來 都沒有任何一樣 可是他的黑錢 就在這個時候完成交接了 你知道嗎 那是怎麼完成的 原來進去以後 不是有一個鑰匙掛在這裡嗎 進去到蒸汽室 裡面只固定到最後 會做到剩下兩個人 一個是他 另外一個 就是業者派來的代表 然後兩個人 都沒穿衣服 然後都沒穿衣服 那麼他們就會 在蒸的過程當中 就會把這個鑰匙放在旁邊 交換鑰匙 我問你 你會看到嗎 蒸汽室裡面沒有任何人 只有他們兩個人 然後鑰匙就放在這個地方 每個在什麼地方 只交換鑰匙 等到他重新去換衣服的時候 裡面還是一件襯衫 還是他size的西裝褲 錢放在褲子裡面 就用這種方式 所謂洗錢 就是到一家洗衣店 不是真的把錢拿去洗 是拿在洗衣店進去以後再出來 那個鈔票換不一樣的 這個叫洗錢嘛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早期的時候 一種交交會款的一種洗錢的方式 手法就是這樣子 讓你查不出來 讓你完全都查不出來 錢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去交接的 那麼事實上呢 他們總是要有個地方談吧 像現在最流行的一個地方談 如果要談那種 很多錢的那種 所謂的貪污的手法 跪下八萬跪下千萬 現在都流行到 地下停車場的B4 為什麼是地下停車場的B4呢 因為你一輛車我一輛車 來了以後 我懷疑我怕你的車子裡面 裝有行車紀錄器下的確定器 下車到我的車子裡面來 我的手機在外面 跟你的手機在外面開槓 然後為什麼是B4呢 因為B4你的GPS 你的什麼東西都斷 你知道嗎 全部都斷 怎麼最終都斷 然後我們兩個在車子裡面講 過去就仿效香港14K黑幫 來我們這邊談毒品交易 都是去哪裡 都是車賽的 然後到台北市的外雙溪 一個很多情侶看夜景的地方 為什麼是去這裡 因為他路只有一條 所以沿路放哨 你如果有狗仔隊 或是警察 或是叫去跟對不對 我馬上就知道 然後呢上去以後 一樣 我擔心你會給我拖路因 所以呢 我不到你的車子裡面 都是到我的車子裡面來談 那麼談了以後 司機都出去 我們來談到底要怎麼交易 要給多少錢啊 那麼過去其實 在台北市的五木街 俗稱叫林申北路 有一家餐廳的二樓 這家餐廳二樓 通常都是來談 到底每個月的規費 是多少錢 然後呢包括我要的紅包 各位 現在你要檢調單位 還是這個等於說 很多政治人物自己認為 自己能夠爆料那些 很簡單啊 下個月就是端午節 那麼除了每個月的規會之外呢 三節 端午 中秋過年 就是大節日 有收這些公關費的 在這個節日裡面呢 看他派出所裡面有多少人 都要加錢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去收就好了 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弄的話呢 當到一個市長 你就去收去檢舉 馬上帶隊衝 下個月就是大豐收的日子 你現在在跟市長喊話是不是 對啊 你下個月大豐收啊 你下個月就是最好的日子 下個月出動所有的 正風跟督察單位都盯著 你知道嗎 你就可以大豐收了 你知道嗎 那所以呢 直點你一條明燈 因為下個月就是三節的 今年第一個 等於說過年不算之外 第一個大節日嘛 然後呢為什麼呢 那個餐廳裡面為什麼要談什麼 他們怎麼談啊 你要給他錄音錄影 你絕對錄不到的 他們談的時候不會說 我要去五十啦 一說一句就要去三萬 要去四萬 不可能啦 少會跟你說這個對不對 他們怎麼談啊 各位注意看我的手勢 我五支 你三支不行 我賣 先賬 四支成交 四支就是四萬 然後OK的 來 我經理 等下 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啊 這是林神北路一家餐廳的二樓 對 在那家餐廳的二樓是非常有名的 你知道嗎 所有的相關的特種行業 八大行業業者 跟一些警察 包括退休的警察 還有一些等於說相關行業 能夠拿到公關費 都在那邊 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已經幾十年了 你今天爆料完 應該他們就換地方了啦 不會啦 他們會改手勢 會改手勢 割幾支頭髮 對 所以不用再等到什麼 政風單位 交一個什麼東西給市長 市長還要爆料 還要辦到底 不用了 你就下個月全部出動 全部就可以抄到底了 現在還有一個洗錢的地方 高警官就是要請大家特別注意的 對 不起眼的雜貨店 沒錯 現在 這個洗錢很多 你看到 有一些外籍在開了一個小型雜貨店 賣一些外籍的用品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印尼的人 但是 歸屬我們中華民國國籍的 他開了一個印尼的小商店 他就是專門收這些外 東南亞的 比如說越南 印尼 或者是泰國這些 那這些的錢 他收到台幣之後 他就是剛剛中博有講 他講得很正確 細線 就是說你要一千塊 賺四塊 賺你四塊錢 那如果外籍來存十萬塊 要跟你換錢 他現在十萬塊 假設 校成他是那個雜貨店的老闆 我十萬塊在他前面 台幣 請他幫我匯到我的家鄉 他就隨 我的帳號 我的爸爸的帳號給他 或是誰 家人的帳號給校成 給他之後 他馬上一通電話 打到印尼 打到泰國去 匯到我要的那個帳號裡面 我馬上電話一打 莫咪郎 你錢收到了嗎 收到了 十萬塊你收走 他就收走了 收走 因為我錢已經轉過去了 叫地下匯隊 那這個匯隊裡面有幾種錢 第一個 我剛剛講這是外勞的錢 這還算小錢 第二種 賭博的錢 地下金融 那種職業NBA 大聯盟 這種地下賭盤的錢 第三種 買賣毒品的錢 那種金額比較大的 再來是談戶的錢 這種金額大 這種龐大的數 de 拿到雜貨店去喔 掛名是雜貨店 其實他外面賣的一些 都是外圍的 外面的 但是他後面的一個 一個辦公室裡面 都是在 裡面當時一所錢 帶子拿的現金付的 錢給你 轉過去的這樣子 然後這些錢 我說的這個雜貨店 譬如說它不是只有一家 它是一個集團 我們集團下面有好幾十家 甚至於上百家 錢都盡 碰碰碰在 還有算什麼人的錢 五少錢的錢 旅行社是不是都有團費 有團費是不是都收台幣 收了台幣這些台幣 他要富給大陸 富給世界各地 是不是要付美金 富人民幣 你要拿到我這裡我幫你付 嗯 叫地下揮隊 那這些錢 我現在我集中了這些台幣 我才可能有過了千萬 好幾千萬 那我要怎麼把這些好幾千萬 拿去銀行嗎 不可能啊 我要拿現金去存嗎 也不可能啊 那這些錢怎麼辦 他就找了一群 所有的都是他們國籍的人 但是都有零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 辛苦百錢 綁在身上 行李箱掏空 放在行李箱裡面 長長長 一個人平均在400萬到500萬 一天大約八個人 坐每一天早上第一班的飛機到香港 到香港之後交給香港的當地黑幫14K 14K你錢交給他之後 假設說你今天一個人500萬 半的人就是4千萬 4千萬交給14K幫的 他就賺你多少 一千塊他就賺你兩線 兩線 所以他給你探兩線 你探四線 一人一半 所以聽起來是很少啦 就是說一千塊賺兩塊錢 四塊錢兩個人分嘛 香港那邊黑幫分兩塊嘛 這邊分兩塊嘛 聽起來不多啦 但是你一千萬 你就賺多少 那你一億是賺多少 他們光是短短的時間下來是 走了10億 10億 那10億為什麼會被抓到 也是被香港的警方跟我們刑事局聯手破獲的嘛 那這些洗錢 這些錢金融 因為我們簽球也好 有在簽球也好就知道了 這個球板以前給你是說 我給你判信用的 反正你先判 你判完之後 我一個禮拜 每個禮拜一跟你結帳 再給你收現金 給你付給你付給你收現金 現在不是啊 現在它的板子是直接的 你錢匯到我這裡面 你有幾塊錢你可以賭多少錢 這些錢怎麼辦 這些錢就是要靠這些地下揮隊來洗 抓到的是一家 沒抓到的是多少 恩家 可是比如說我幫忙帶錢出去 我拿身上帶500塊500萬 可是我被抓了 沒收 就沒收了 沒收 那這個損失是這家地下鑿後店 地下揮隊公司自己吸收 自己吸收啊 自己吸收 所以百分之百自己吸收 所以風險這個 利用地下揮隊管道的人風險沒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你說像我剛才講 就是說傳統的方式 這種人肉包裹帶出去 雖然那好像聽起來是上個世紀的事 但其實這幾年這種方法 還是很多人在用 有時候你看新聞 看到有人說什麼 哎呦我從國外帶什麼 1000萬來買房子 那其實可能都是一個藉口 然後央求海關能夠還給他 但是最後可能都 都沒辦法啦 還是要依法辦理嘛 1000萬被沒收耶 都沒收 你一億我會把你沒收啊 那慧敏 最厲害的是之前呢 日本呢 他們也在走私 那走私的話 就是你要有一個標的物 比方說是錢或者黃金嘛 那黃金他就很聰明 日本的大媽呢 他直接把黃金呢 做成的就是胸罩 我們不是要帶胸罩嗎 那女性比較了解 胸罩裡頭 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一個秤墊嘛 就一個罩杯的形狀 他就直接把黃金做成罩杯 然後卡在那個胸罩裡頭 然後這樣帶著出去 一開始真的沒有被抓到 後來被抓到的時候才發現 抓到的是一位女海官 女海官就突然說 顛顛顛 他應該說加奶加奶 龍的不可以嗎 我剛才講台語 但那當然是講日語啦 那你 拿下來一看 黃金胸罩啊 多誇張 我們還有空姐喔 我們還有空姐走私大量的這樣 我不懂耶 為什麼你 因為空姐我不懂 因為其他的人要走私進去 黃金胸罩的時候 不是過那個X光不會叫嗎 對 但他們走私進去 為什麼 因為日本現在有8%的消費稅 是 要賺錢就差了 不過抓到了以後呢 那麼抓到以後 除了沒收之外 還要判刑 然後最近的一個是判刑 但是把它判緩刑啦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 把黃金帶去日本 是 網上之後金爆G7令 馬上回來 從水底深淵破水而出 挑戰地心引力 超級灌籃到致命的丟火腐袖 不同一般選秀節目 載歌載舞 戰鬥民族俄羅斯真的狂 最新推出的達人獸 刀光劍影 各國參賽者玩命演出 挑戰地心引力 還有來自美國的27歲雜耍高手 極端特技的金式世界紀錄 保持著喬許和盾 他丟的不是球 而是鋒利的武士刀 一刀將鳳梨刺穿 為了證明過人神技還請來美女裁判 親自體驗什麼叫做刀下留人 剪下緩身 還有來自西非的這群青少年 身體靈活度沒有極限 今天他們雙腿往前360度隨意翻轉折疊 如同蜘蛛精般的柔軟度 讓人看了眼花繚乱 整個頭還能180度轉到背面 讓評審看了沉默結舌 俄羅斯則派出金髮遊舞國際 常盛軍的舞蹈精靈伊蛙 性感展現力與美 再加上體操表演 帶領龐大舞群 伊蛙磅礡演出力壓群雄 身懷絕技的世界好手金血演出相互較勁 明明是綜藝節目卻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戰鬥民族的達人秀 果真不同凡響 畫面上的男子落上車慢跑 突然對一旁的路燈出手 他只花了幾秒鐘 就爬上三層樓高的路燈 接下來的動作更讓人驚訝 這位瑞典老兄居然在路燈上拉起單槓 這間路燈搖搖晃晃 但他毫不在意 一旁小轎車開過 路人走過都見怪不怪 然而這招路燈單槓 國外不少人都很熱衷 空曠的停車場成了單槓場地 就連女生在海邊都能比照辦理 如果怕路燈太高沒關係 紐約曼哈頓街頭的行人耗智 也能妥善利用 或是乾脆在光天化日 人來人往的熱鬧大街開始鍛鍊身體 還能獲得路人掌聲 只不過看看這些老兄皆實的胸肌和六塊肌 這招可不是誰都能隨便玩的 大家都知道馬路如虎口 但是您知道嗎 造成馬路如虎口的不一定是車子 有時候行人也有可能是造成危險的關鍵 瑞德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在國外有很多的影帶 尤其在賽車裡面 都是你看那個賽車都一直棒得 撞到而已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撞到過年 它稍微你看 稍微碰撞一下這樣而已 它總共翻了八圈 從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這輛賽車 事實上已經弄到對不對 因為它在翻滾的過程當中 包括輪胎 包括它的保險桿 包括什麼東西 它只是一個小插狀而已 那因為它們在轉彎 時速 還好今天的時速是160公里 如果平均超過快要200公里以上 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但是它翻了八圈 翻了八圈了以後 哇糟了 那車主怎麼辦 你一定會問說車主怎麼辦 奇蹟就出現了 都已經翻滾了八圈了以後 事實上這個車主除了頭部暈眩之外 沒有任何比較重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不信中的大幸 那麼有時候 千萬不要學下面的這個人 他做了什麼事 他像發瘋了一樣 你沒看見 聽笑嗎 你是瘋了嗎 你被啪 練到 然後大車過來 你看 巴斯過來以後 他怎麼把他弄在下面拉過去 這都是負面的 因為在拍攝的時候 他這段表演是用命來換的 他自己本身認為這樣很 他一個不小心就弄戲 所以千萬不要學 因為在拍攝的影帶裡面 你還可以聽到那個女孩子 在那邊尖叫 哇 好可怕 他一個不小心尖叫 很戲 很弄戲 因為車子速度都非常的快 然後他就是要炫 這會不會是算好的表演 是 但是事實上還是非常危險 因為你要知道那個底盤 還是什麼 不小心去弄到對吧 你永遠 有時候你還要吐氣 拔鬥的時候 你到底怎麼辦 你可能連命都沒有了 那麼除此之外 有些人命大 為什麼呢 你看 這是一個 真的 我的媽呀 我跟你講他已經在去拜拜 這就不是設計的了 摩托車摔倒了以後 兩輛大型的這個車子 你看那個貨櫃車 他差一點點 為什麼呢 各位如果仔細看那個 等於說相關的銀彈 你就知道 他就差一點點 他真的差一點點 只有區區一兩公分 你看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摔倒了以後 差異你看後面那樣 對 後面那樣的輪胎 一個不小心蹦過去 他整個腦就全部開花 所以他真的應該要去拜拜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今天中夥要帶給我們 史上最清晰的鬼影 對 而且這次就很科學 沒有什麼造假的嫌疑 英國知名的領異節目 男主持人當時去探訪 他們英國南部一個古蹟豪宅 沒想到他突然很激動的跟攝影師說 快 跟著我 跟著我 到底他們發現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主持人 很激動的一直去 原來他看到東西了 他看到一個很奇怪的詭異 可是到了現場之後發現 沒有啊 沒有東西 這個豪宅在歐洲很有名 這是馬舅 原來他看到馬舅這個地方 他當時跟他幾乎四目相望 我們紅磅圈起來的就是 靈異節目拍到馬舅裡頭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拱形的 這一個小小的一個入口處 好像一個半透明的影子在那邊 好 可能你會覺得畫面 品質不是很好 那這更證明他不是在造假 因為他就真的是 無意中捕捉到的 那他們說這個節目開播以來 他們從來沒拍過這麼清晰 結果這麼清晰也這麼不清晰 但至少知道就是說 他們都是直接 真的要用攝影機去捕捉的 他們說可能是這個 16世紀以來的那個豪宅 古蹟豪宅裡頭的靈魂或者分靈 這個豪宅現在還開放民眾參觀 不知道大家下次 想不想去大膽探險一下 但有人就去大膽探險 廢棄空屋 好 拿著鏡頭隨便胡亂拍 結果沒想到他拍到屋外 一個比較低窪處的地方 這有什麼怪的嗎 觀眾朋友 不知道你跟我是 這也都沒發現哪怪呢 我告訴你 有些畫面就是回去 不斷的repeat replay 才會發現怪異之處 放大鏡頭一看 原來他發現屋外凹洞的一個 類似一個攤下去的地洞 下方有一個很奇怪的臉 對他抬頭仰望 我坦白說我乍看 有點像ET 像外星人對不對 對 那不管是怎麼樣 難道這是雪怪嗎 或者是一個不知名的生物 異種 還是真的可能只是一個地夫靈 不知道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 你下了班之後 再回辦公室 可能要小心 有一個女秘書 他當時 他回到辦公室檢查 然後看到保險箱沒有問題 他就關得離開 但是監視器卻錄到了 一個很奇怪的影子 而且這個影子 他只有上半身的白影 而且不大 感覺就像是一個小男孩的怨靈 在辦公室裡頭 而且他還會慢慢的飄飄飄 是飄到哪不見的 就是飄到了剛剛 女秘書去檢查保險箱完畢之後 他才不見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搞不好其實 這個男童的靈魂 當時女秘書在的時候 他還不敢造次 等到女秘書走了之後 他才想要去看一看 你看看 這個夠不夠明顯 我自己先看了 就起筆跟他 好 我們來看驚險一瞬間 其實每一個秒鐘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move 甚至救援人員都很重要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你現在人流行走路看手機 千萬不要 一定要小心 這是什麼故事呢 這個橋上一個女孩子 他走著走著 突然之間 對面跑的這個一個男的 跑步的一個男的 把他推下去 他差一點沒有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女孩子 他也沒力氣 然後還好是那一輛車子 雙程巴士的司機 你仔細看 那個司機 馬上就把車子 踩剎車往旁邊靠 要不然的話他就爆頭了 可惡的是這個男的 為什麼呢 他後來 這個到了橋的那一端以後 他竟然又在對面跑回來 所以 那麼附近的人 看到這個場景的以後 其實都有來關心 這個女孩子到底怎麼樣 然後後來呢 馬上就報案了 警方有逮捕了這個慢跑 把人家推 然後差一點到 人家沒命的這個男的 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竟然說好玩 事實上有時候 好心啊 這個琴摩那個 那個叫車的那個 講說你底盤起火了耶 你底盤起火了耶 沒有當一回事繼續往前 快步的往前 衝衝衝衝衝 衝到這個地方終於停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停不行了 因為看到火了 因為已經看到火了 燒到前面來了 中國你看這個車子的那個推土機啊 它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後面跳起來 這個大媽她就想把他拉下來 結果沒有讓自己堆下來 砰就下去了 這個時候又犯了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結果呢 壓下去的那個過程當中照理來講 你要用人還是幹什麼想辦法把它拿起來 旁邊就趕快 旁邊就多嘴 你往前開 你往前開 它就可以出來 結果再度就往前開 把你眼過去 好我們再來看有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頑皮想要整人 整人之後你應該怎麼辦 一個男的牽了兩個女孩子 來我一起去跳水 你自己去啦 哎呦 真的是標準 人前手牽手背後下毒手啊 本來一個男的牽了兩個女 說我們一起跳啊 呃 當然這個我們也要呼籲觀眾朋友 跳水是很危險的啊 一定要慎選安全的場合 但這男的心實在是太壞了啦 竟然要直接手一放啊 他當然事後他就說我是牛手 但真的牛手在這裡啦 來一個男朋友跟女朋友說 來我幫你拋入大海 結果沒想到 你的手臂有那麼粗壯嗎 你真的覺得你一隻手 就可以把你的女朋友 安娜打拋進大海 結果沒想到不但沒進大海 反而撞到了遊艇的欄杆 這一摔真的很痛喔 剛好旁邊的這個好朋友 本來都要直擊他整個 掉入大海的過程 不是 我發現是這個女生想跳 是 他男朋友阻止他啊 呃 他想用跳的 他男朋友可能說危險 沒有那個衝力太大 也有可能喔 也許男朋友是覺得說 你這個姿勢不對啦 沒想到要去拉他的時候 沒想到女的剛好這樣一拉一放 更慘 摔到欄杆 真的覺得你一隻手 就可以把你的女朋友 安娜打拋進大海 結果沒想到不但沒進大海 反而撞到了遊艇的欄杆 這一摔真的很痛喔 剛好旁邊的這個好朋友 本來都要直擊他整個 掉入大海的過程 不是 我發現是這個女生想跳 是 他男朋友阻止他啊 他想用跳的 他男朋友可能說危險 沒有那個衝力太大 也有可能喔 畢竟他是不小心的意外 但有些是故意製造的恐怖氣氛 一群人 為什麼感覺很像快打旋風裡面的 這些角色呢 但是為什麼是在電梯裡頭呢 你還進來坐電梯的這些乘客 都覺得好奇怪 這裡頭在幹嘛 而且還好溜溜 然後呢 沒有人是在電梯的那個女乘客心裡想 你怎麼好溜溜什麼 我又不穿你 你這是什麼啊 到底原來 這是國外我們講的整人節目 對 跟剛剛前面兩個意外是不一樣 真的 前面那個一個是意外跟整人 這是真正整人啊